戴着帽子,背着登山包,胸口挂着指南针,还随身携带地图 有着一张娃娃脸,26岁的宫田幼次来自日本神奈川 他又用徒步的方式走遍台湾各地,宣导环保理念 宫田在6岁时因为看到大气层破洞的新闻 并开始关心环保议题,看看这本地图都快被泛滥了 宫田就是这样经过风吹日晒熬过来的 这站来到桃园虽然有点疲倦,但看到台湾人这么热情 反而让他有坚持下去的动力 他花了一年七个月去过中国南韩等国家 创下徒步约五千多公里的记录,现在要继续徒步走天下 唤起大家的环保意识 明镜顾德川,桃园报道